这里的女人以丑为美 每个女人的鼻子上都被放入两个黑木塞 鼻子上的木塞越大 就代表女人越美 男人就会越喜欢 每当女孩到了15岁后 父母就会在女儿鼻子上割开两个锅 鼻子作为身上最薄弱的地方 割开的过程也是极为痛苦 受不了的女孩会当场晕倒过去 起初的洞口和木塞都会比较小 开始钉上木塞后连呼吸都是痛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 每年都会更换一次大的木塞 每一对木塞都是女人美丽的象征 男人看女孩是否漂亮 都取决于女人鼻子上的木塞 这样的习俗已流传上千年之久 更是部落里的一种象征 原本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常年都是靠种地种田为生 男人和女人都从不对外去讲 习俗也一直是被封建 随着现代的发展 更多的年轻人走到外面的世界 也有更多的游客来这里参观 这种习俗也在慢慢改变 年轻的女孩已经没有这种以丑为美的说法 现在只能看到老一辈的人鼻子上才有木塞 当这代老人死去后 这个习俗也将会彻底废除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很丑 但这是他们部落的一种美和象征 更是祖祖辈辈千年的传承 这种不一样的美你喜欢吗